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他讲的是什么 就是来观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不对 看环境污染它的这个程度的高低 那这个在我们知道大家一定要小记忆要注意 很多人可能搞混淆 库斯利茨曲线这个最初是用到什么 我们第八讲讲到什么 收分别上面是不是 大家还记得吗 那以后肯定会考 我们那个期末考试考这个题 就怎么来解释 这个解释两个 一个是收分别的环境库斯利茨曲线的 一个解释什么 环境库斯利茨曲线的 然后再考个选择题 这两个是不是都是库斯利茨提出的 前面那个是库斯利茨提出的 但是第二个就不是了 第二个虽然还是用它的这个称谓 但是并不是库斯利茨提出来的 环境库斯利茨曲线 当时这个概念跟前面讲到 收分别的库斯利茨曲线 到底是那个表现形式是一样的 当时四行在92年 这个七千八万里面 这个研究 还包括Kroger和Kroosman 当时是在这个CodeE上 发了一篇文章 他们在90年代 就发现就是什么 整体上看 他们的这几项研究 就发现就是什么 环境污染的 跟人均收入水平的 我们用人均收入水平 往往是来度长它的发展阶段的 对不对 它整体上看里面 发现早期阶段 环境污染这个什么 很轻对不对 到了一定阶段 这个环境污染这个很严重了 到了后来阶段 好像到了后期 到了一定阶段过后 这个环境污染了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 发展阶段的这个变化 它就下降了 我们听上去 是不是感觉到很舒服 对吧 这个您不用管它吧 环境这个自然而然的 它就什么 就下降下来了 你不用管它 好像这个收入分配也是这个样子 当时说在二战以后 这个库斯利茨 当时发现了这个收入分配 这个这个有一个自动缓和的过程 对吧 他高兴得不得了 为什么高兴不得了 以前马克思叫了一辈子 是吧 说资本主义这个 这个自己的矛盾是不难以什么克服的 对吧 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库斯利茨在二战以后发现 有个自动的平缓机制 对不对 高兴得很 整个社会都充满到这个罗关向上的 对吧 你会发现原来是个假象 对吧 这是一些二战战争的冲击 我们第八年都讲过了 其实是需要人为意识到这些问题 然后来加以了什么 改变 对吧 才加以这个改变 说到我们在内讲也跟大家介绍了 美国在二战以后 有冷战期间 由于外部矛盾 倒闭它内部改革 内部改革 使得它这个内部其实收入分配问题 对它很好的解决了 对吧 其实环境问题也一样 你如果不去解决它 你以为是等到它自发的这样形成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经济学家有些时候 在跟人家吹牛的时候 就说没有什么事情 是这个经济学家预测不准的 这为什么呢 当时罗马俱乐部 也是个著名的智库里面 就当时为自我辩护 他说 他没有预测准 那不是因为他本身没预测准 对吧 是因为人们听从了这种预言 而改变了这个行为模式 使得这个什么 事态发生了改变 对吧 发生了改变 这个事让我们讲 它是当然 这个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了 所以总而言之 我说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 虽然环境枯思律师曲线 看上去要做成为水平的 这个不断的 这个水平最后 对吧 始终会下来 但是下来还不是自动的下来 对吧 不是自动的下来 不是自动的下来 一个是要 过程中 肯定会要 人类要采取一些 这个措施 对吧 去治理它 自理它 当然我要说 环境枯思律师 这个事实究竟存不存在 还有很多争议 对吧 还有很多很多争议 有的人在做到一些实证里面 就发现这个结论很不稳健 很不稳健 为什么不稳健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污染 也有很多类型 是不是 污染也有一大堆类型的污染 这些污染 你怎么去测量它 也有很大的这个指边 对吧 有很多指边 然后呢 你再用这种尽量方法 去识别这个时候 它有很多 也有很多方法来识别 所以整体上讲 环境枯思律师学院 也催生了大量的这个研究 大量的研究 你比如说这个斯田 他以前是四行的手机经济学家 这哥们是专门做环境经济学的 这个法国经济学家 也是林老师的前任 对吧 他是专门这个 这个这个做环境的 他们也做了很多 这个这个 这个环境的问题 对吧 就发现这个 其实很不稳健 很不稳健 本身就很不稳健 那这个实际上我们讲 确实可能涉及到这些问题 对吧 但理论上 你还在思考 环境枯思律师学院 为什么会成为这么一个机制 就是说 这个一开始 环境问题这个不严重 对吧 到了一定阶段 这个环境 这个越来越严重了 到最后 它又下降了 对吧 为什么 你得解释一下 我们讲经济学 理论 要解释这些现象的嘛 你要借一个 这个这个 提出一个假说 来这个检验它 对吧 也催生了大量的这个文献 所以说 我说 环境枯思律师学院 那在某种意义上讲 是这个实际上 环境枯思律师学院 一个很核心的理论 对吧 一个比较基础的理论 比较基础的理论 那目前来讲的话 有很多这个理论 对吧 来来 假说来解释 这个机制 大致 我把它归纳成三大类型 对吧 一个更多的 现在比较流行的 也是一个什么 比较统一的 相对统一点的 一个假说 就是从需求策来看 对吧 从需求策来看 我刚刚提到了 环境这个污染 是一个副作用的什么 给你带来副效用的 这个这个商品 是不是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早期阶段 大家收入水平 是不是很低啊 你得找其他一些 通过发展这个 这个什么经济 获得更多的消费品 对不对 这些消费品 但是呢 它跟这个污染 它是副效品 对吧 两个有一个矛盾 两个抵消 但是早期阶段 你想 大家可消费的 这个商品的数量很少啊 对吧 你的饭都吃不饱 这个需要你肯对 环境的这个关心 不太那么关心它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时候 你可以去建议模型 来推断它呀 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 什么消费品 这个它的这个 边境效用率比较高 对吧 你对这个什么 这个环境质量 它的边境效用率 相对讲比较低 对吧 比较低 所以最优的一个选择 就应该是什么 那个在早期阶段 可能就是降低 这个环境的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质量 是吧 然后增加消费品 我们讲 就是以这个 一种通俗的说法 就是什么 要还用环境的可能 再换取你的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你的这些 这个收入 收入来获取你的 这个消费品 因为在早期阶段 大家放在吃不饱的情况下 可能对这个环境 不是那么care 不是那么关心 但是呢 这个情况下 就会可能就 随到你的收入上去 对吧 然后呢 环境质量就会 变得越来越糟糕 对吧 但是糟糕到一定程度 一定阶段 你会发现什么 这个 你消费品 增加的特别特别多了 对吧 但是呢 随到你的环境的 这个破坏 越来越重 对吧 环境的质量就越来越下降 下降在这个 这个非常明显 这个情况下 我们讲按照 这个边际的 这个消费理论 对不对 那你的什么 消费品的边际消用率 会有什么 下降 是吧 你的这个什么 环境的质量 你的这个 感觉到的 这个边际消用率 会上升 是不是 这个情况下 你的最优选择 这个最优选择 可能就会变化了 这个情况下 就会什么 我们讲 这个减少一定的消费 对吧 改善一定的环境质量 环境质量 那这个情况下 就是最后 就会出现什么 收入水平的提升 这个什么 污染就会下降 还是从这个 什么 我们的消费的结构 是吧 消费结构 那这个问题 就像跟我们在讲 这个什么 第四二讲的时候 讲个恩格尔定律 是差不多 是不是 那里面 我们也提到 其实类似 那么一个机制 对吧 类似一个机制 那个机制呢 有一个问题 你怎么来解释 你的这个收入水平呢 对不对 怎么来解释 收入水平的问题 收入水平是怎么变的 在这里面 你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说 其实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其实你要 要从那个什么 供给赛来解决的 来解释 更多从供给赛来解释 供给赛里面解释 模型这个 这个滑进经济学里面 解释这个 库斯吉斯曲线的 形成机制的 也有很多 也有非常非常非常多 这里我就不一意介绍了 你们感兴趣的话 也想去专研这个领域 你可以去看 相关的文献 对吧 有一大堆 但是我们讲最根本的一个供给赛 对吧 从新结构院讲到 实际上你是要考虑到你的产业结构的 生产结构面这是最关键的 对吧 因为你只有生产结构面 它能才能够这个 这个决定了你的事物面 把你的需求测 才能够更深刻的解释出来 同时啊 产业结构面 很多也是给你这些 这些机制都可以包含进来 对吧 都可以把横幅揽扩进来 都可以揽扩进来 所以说你会发现 实际上 生产这个供给测 生产结构面 它的这个 这个很多结构机制 也是非常复杂的 对吧 非常复杂的 那我们的一个最简单的理解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这个前面第四二讲 就讲过了 对吧 三次产业变迁来的 也是一个枯式比式 这个时候库茲丽丝 在研究结构里面 他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对吧 以他名字冠名的 都有很多 是不是 那产业结构变迁了 这个库茲丽丽丝丝丝丝丝 还有这个克拉克尔定律 对吧 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事实 怀疗我们已经之前 讨论过了 这不 这个三次产业 我们最简单的产业 我们来看看 随到这个 发展阶段这个演进 一般是第一产业 独步的下来 对吧 下降 第二产业啊 工业啊 是一个什么 刀优型的 是不是 服务也是一个 缓慢增长的 这个这个 这个一直增长的 说到大家 这个马上就可能想得到 马上就想得到 如果我们从这个产业 它本身的能耗和排污 对吧 有差别 然后咱俩呢 它产业结构有变化 对不对 变化的模式 我们已经很清楚了 在早期阶段 农业是占主导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慢慢去 开始实现工业化 对吧 工业化到一定程度 它要开始 要降下来 服务业取而代 对不对 那问题的关键就在什么 我们要思考 这三十大的产业 在这个 与这个环境污染 密切相关的 就是一个是 它直接排放的 对吧 这些污染 污染物 它的这个差别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 它本身的能耗 对吧 这个差别 那大家想一想 农业 如果是传统农业的话 现在农业 肯定是 我们讲 它更多的是 有工业的成分 在里面了 传统农业 大家也比较农村生活 经历 最近那个什么 有个网红 我的一个小老乡 一个四川 四川妹子 叫李什么 李子齐 最近在网上 这个很网红 他就过着那种什么 仙春田野般的生活 他就很传统那种生活 当然青山沥水 当然青山沥水 你看不到这个 任何这个 工业化的痕迹 为什么 那些那样的农业 那样的一个 这个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对吧 它的这个 这个什么 能耗 对吧 这个都是自然能源 这个 它的这些排污 基本上很少的 有这些排放 所以你看到的 当然是青山沥水 对不对 这个青山沥水 很美好 青山沥水 很美好 但是一旦 进入了什么 我们讲这个工业 尤其是重工业阶段 对吧 大家注意 工业里面 我们知道也分两个 一个是什么 轻工业 重工业的阶段 对吧 尤其是进入了 重工业的阶段 你会发现什么 那重工业好家伙 那肯定这是一个 高度这个什么 这个耗能的 对吧 高能耗的 高能耗的 同时啊 很多时候也是这个 高什么污染的行业 排放什么强度特别大 所以那个时候 实际上也是污染 最严重的时候 是不是 那好 但又发生到一定程度了 我们讲这个 这些重化工业 这些污染性的行业 开始衰退了 对吧 或者说 它有更好的这个治理手段 它已经充实一些 绿学生产了 对吧 或者说它已经切换到 服务业为主的阶段了 对吧 服务业 傅老师在那上课 所以服务业 对吧 服务业我有没有污染 有污染 有些噪音污染 或者你们不想听的话 就觉得不舒服 那也是这种污染 精神污染 对吧 那个叫做 这个已经 这个能耗 对吧 已经很低 我就喝口水就可以了 中午吃那顿饭 对吧 我到排屋 二两花碳也很少 对吧 这个 首先来 整体来讲 服务业 实际上它的这个 污染这个 这个牆 排放 对吧 能耗想到又比较低了 又比较低了 这些 你会发现 它就随着这个变化 对吧 而演变 那我这儿举的例子 是三次产业的 非常粗犷了 对不对 非常粗犷了 你会发现 你一直细分下去 细分到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行业 在这些能耗 跟排放上面的差别 又很大 对不对 然后呢 按照我们以前讲的理论 对不对 你在不同的这个阶段 不同的丙付结构条件下面 你自由的这种产业结构 是不是 它又不同 那其实你再看看 它的整个 环境污染的相关的结构 对吧 包容耗结构 那些都有看到到 很大的差别 看到很大的差别 看到很大的差别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一起数据来看一下 这个是 用中国的投资产收表 这是07年 当时世界银行车上的 一个投资产收表 用中国的07年的 这个投资产收表 车上了一个什么 二辆碳排放 因为太方向 这里面我再强调一点 这个如果这个大家 对环境精确比较了解的话 它是典型的温室气体 是不是 温室气体算不算污染 这个也有争议 之前有的人说 这个不算污染 温室气体 但是后来大部分人 还是接受这个观点 包括一些国际组织 就说这个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 算是污染的一种类型 你看这个碳排放 这些在行业的差别 这个是投资产收表 四十几个行业的 这个行业的 这个差别大家可以看得到 碳排放往往最高的 都是一些什么 纵化工业 是不是 其实纵化工业 它实际上是比较高的 然后这个 这个是北大地理学院的 霍老师他们做了一项实证研究 他们用中国制造业 再把制造业细分下来 细分下来 来看什么呢 看这个不同类型的 一系列的污染 再把它细分下来 当然我们还会讲那些类型的 一个是废气 对吧 工业的这个制造业的废气 烟尘 飞水 这几种类型的污染 还有这个 飞气里面包括这个二量化流 对吧 二量化流 它测算是什么 不同的部门 你的这个 其实上不同的污染物 注意 不同的制造业的部门 细分下来 不同的污染物 它不同的水平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对吧 差别的 他们测算出来 你发现这个 制造业中 这个二量化流 排放强度最高的 是这种 非金属的 矿物制品 还有这个造纸 黑色金属冶炼 一系列 这些化学 化学纤维等等制造 这个是二量化流 这个比较 这与这些产品身上 它的工艺 有明显的关系 对不对 它的那个 这个 也有关系 而这个工业粉尘 大家马上想想到 也是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这几种类型 对吧 这个非金属 矿物 造纸 还是黑色野炼 发学 还有这些石油加工 对吧 黑燃料 所以对于粉尘 烟尘 烟尘这个 还有废水呢 我们讲这个 大家都有直观印象 对吧 我小时候这个 经常去河边钓鱼 但是后来有些小河 旁边那些镇上 建了一些什么 造纸厂 对吧 污染特别严重的 大家这个特别讨厌的 对吧 造纸厂 所有的这个 它的这些污染 还有这些纺织 对吧 这些最近 大家知道 长江经济带 提出长江经济带 我们讲是个 不搞大黑发的 要环保 那延线 你看看哪种类型 你要去测算了 对吧 它的产业布局的时候 就要考虑了 哪些如果是 这个污染特别严重的 这种 有水污染 特别是水污染 对吧 你要排到江河里面去的 那那种类型的产业 肯定就要 首先要淘汰掉的 对吧 或者说要 这个转型的 对吧 要优先治理的 这不同的类型 其实都有举大的差别 这些就跟它本身的 产品的熟性 生产工艺 对不对 这个是相关的 明确相关的 好 这个是污染的 这个 这个不同的产业 对吧 不同的产业 它涉及到 这个细分下来的 细分下来的 类型不同 这里面我们再来 看看能耗 我们再来看看能耗 能源那个能耗 能耗用这个 这个标准媒来测算 来转换的话 这是中国过去 十几年 十几年这个 整个分行业的 分行业的 这个能源消费总量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总的 我们国家的 这个总的经济 这个实际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 这个GDP 这个作为一个 总量来讲 对吧 它这个能耗 实际上是 我们的体量 越来越大 对吧 这个我们的 总的能耗水平 是越来越高 但是我们教科书里面 最后 这个讲 这个环境 自己的时候 跟大家有 有那个数据 讲我们的单位GDP 占的那个能耗 这个效率 是不是 其实是在下降的 是不是 反而是在下降的 所以我们的能源 能耗效率 是在下降的 因为实际上 能源这个技术 技术 它在下降的 但是总的来讲 这是在 一直在上升 然后呢 你会发现 这个不同的行业 之间 是不是有成大了差别 这个是工业 工业能源消费 总量最大的 就是这块 基本上 主要的是靠工业 这块 然后工业 这块 站在比证数最大的 工业里面 工业里面 站在这个比证数最大的 然后那个 我们那个书 教育书里面 有二维码 你们去扫 里面我们再把制造业 工业里面 又分的很细 对吧 分到每个细分 制造业行业里面 你们去对比 看看 反而你再看看 不同的行业之间 是吧 那么大的 这个能耗差别 整体上讲 那些重化工业 能耗是比较强的一些 好 这个是我们做的更细了 是吧 用了139个部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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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产出表的 我们来看看 这些能耗 是吧 这些煤炭 对这些石油 对吧 焦炭 电燃气 这些作为 它的这个 中间消耗叙数 你可以看到 不同的行业的差别 你们可以自己 一下去看一下 这些往往也是 重化工业 对吧 能耗消耗的比较强的 这些交通运输 有关系的了 好 这些 总而言之 大家可以看到一点 就是什么 你这些是农业板块 对吧 农业板块 你不同的这个行业 事实上 他们在 不同类型的这些 能耗上面 有很大的这个差别 对吧 很大这个差别 很大差别 好 那前面事实上 就是讲一个道理 就是讲一个简单的道理 就讲什么 不同的行业 是不是 你这个不同的行业 它的这个能耗 事实上是不同的 对不对 对应的 它的这个什么 污染 这个排污 这个也 这个密度的 也是不同的 其实这两个是很关键的 就决定了它的这个 这个产生这个什么 对环境的这个 这个什么 需求的 就是提供的这个副产品 其实就是有一个差别 对吧 这个差别 这个就是来解释 环境库斯律师曲线 最关键的一个 供给的机制了 对吧 关键的一个供给的机制了 在里面 也能够解释 前面讲的 那些环境库斯律师曲线 利用不同的污染物 来做到这个 它的拐点不同 对不对 它的这个 这个 存在了这个 库斯律师曲线的 这个趋势不同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不是稳不稳健的问题 就是它的那个 结构差异的而已 对吧 结构差异而已 哦 对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